天然香氛不僅是一種生活的調劑品 也是一種生活態度 隨著天然香氛所帶來大自然的力量 不僅可以幫我們創造生活裡的美 更可以找到身心靈與環境大自然平衡 與內心寧靜的一個力量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美金 Christine 陳 我來自台灣台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天然香氛跨領域之於在台灣的運用 這將近20年有天然香氛的一個歷程裡頭 那我也同時是一個預防醫學前導師 希望透過天然香氛推廣預防醫學的概念 那也透過跨界的這樣的一個理念 讓更多人知道天然香氛為世界帶來的好處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介紹 我如何在台灣運用多種領域 用天然香氛去做這樣的一個跨領域的一個成果 那也跟大家分享 希望讓大家也可以理解在亞洲地區 我們怎麼樣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去讓更多層面的人 可以一起來運用天然香氛 其實天然香氛呢 在現在運用的領域其實是非常廣的 就猶如就是我們在IPF天然香氛基金會 所提到的新奢華準則 它想要纏述的就是說 希望透過天然香氛 創造一個愛地球的一個新的經濟 所以其實現在的人才要以T型人才為主 那T型人才指的就是說一個專業的深度 就是T的直線的那一感 然後呢橫的部分就是廣度 所以我們希望把天然香氛其實不單單只是一般人認為的 單一個香水 更多它其實是有深度有廣度 在各行各業的領域之中 其實都可以拿來做一個很好的一個運用 就因為如此 所以在我學習了20年的天然香氛的一個領域之後 我發現其實芳香精油 它其實只是在天然香氛裡面的其中的一個工具 更多只要是在大自然界中 只要凡是有香味的花、果實、種子 或者是一些葉子、木頭、木材等 那些其實都可以是作為天然香氛的一個元素跟原料 那也正因為如此 所以我致力於去推廣跟各行各業做很多的聯繫 那目前我已經跨越了大概八到九個產業 希望把這個天然香氛在各行各業中去做使用 也讓大家可以知道天然香氛的普遍性 跟重新再建立起一個生活的新的心態 我喜歡賈伯茲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真正的智慧不是單一領域的專業知識 而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結合不同領域的能力 第一個就是跨領域其實是透過一個醫療界 那我們在東方國家其實有分所謂的中醫跟西醫的部分 那在中醫的部分 因為我們中醫的中草藥 其實有很多的也是來自於大自然很多的香氣 譬如說我們會將一些像烏梅汁 然後就是用中草藥去熬煮出來 變成是一個健康的飲料 那其實像我們這次因為遇到疫情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就是防疫的飲品 其實也都可以透過香料中草藥的 這樣子的一個調配的方式 不僅它可以在喝起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有層次的香氣 那而且它也是可以對身體的健康 產生一個很好平衡的效果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我們跟台灣的中醫診所 那也做了一個這樣子的合作 然後去研發出很多款的一個品影 那透過這些品項呢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可以避免去喝到太多對身體沒有好處的飲料 那換成去喝中草藥的飲料 讓身體其實也可以再恢復一個平衡跟體力 除了在中醫中草藥這部分的話 在西醫的診所 那我們現在也就是到了澳門 跟澳門這邊就是有一個醫學中心有做一個合作 澳門奧斯康中心呢它其實是一進去的空間 他診所的空間裡面我們有幫他設計 專屬於他們空間的香氣 透過這個香氣呢可以讓來的病患 感覺到很安心很放心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們還有合作一系列的天然香氛的產品 那包括有舒眠噴霧 然後還有就是私密處的清洗液 還有就是按摩油 那這些按摩油是可以針對在診所裡面 可能有很多種不同類型的病患他們所要的需求 所以我們總共有一起合作的七項產品 包括連空間的香氛藤竹 那也可以幫助病患如果說覺得想要在家裡面也有很好的空間 可以有一個香氣 也可以購買這樣一個聯名的藤竹可以放在家裡面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在醫療界推廣天然香氛 也讓醫病關係其實有更進一步的一種互動 那再來的話也可以讓病人也可以體會到就是 另外一種用大自然的輔助療法去幫助身心平衡跟健康 然後還有另外一家合作的安民嘉醫科診所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嘉醫科診所就是 我們在空間裡面放置了這樣的香氣 病患進到這個空間裡面的時候 譬如說他可能有一些身體不適啊 或者是有一些身體的某一些的症狀 可能帶來讓他情緒上的焦慮 那他在後診的過程之中 在這一個就是診所裡面 也可以讓病人感覺到安心 那除之外呢就是醫師也把這樣子的一個 香氣的一個課程推廣給護理人員 那也讓診所裡面的護理人員還有復健師 也可以透過在幫病患在做復健的時候 透過一個情緒上面的舒緩 然後幫病患在做就是復健的時候 其實會更加的順利 那自從呢我們就是從2020年開始 我們跟IPF這裡展開一個合作之後 其實我們發現天然香氛的推廣 他需要很多的教育 因為其實在我們現代的生活環境裡面 大家對於香氣這件事情 已經習慣用最促成的方式 去取得這個香氣的原料 已經大多數已經不是取決於大自然的植物 所以變成說我們在推廣各個領域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需要教育 讓大家知道說其實我們的天然香氛 不是只有單單在香水裡頭 更多你也可以出現在食物 或者是出現在空間 或者是出現在日常生活裡面的 甚至任何的飲品啊 或者是對於情緒上面調控 或者是清潔用品 這些的所有會用到有香氣的東西 都可以用天然香氛來做一個取代 所以我們在很多的教育領域中 除了介紹大家就是天然香氛 可以幫助大家重新回歸到一個 最原始的一個生活型態方式 幫助健康跟幫助環境之外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廣 那也是重塑記憶 再來就是穩定情緒 還有就是乃至於我們在人生中 做很多的選擇的時候 都會透過嗅覺去感知 可是因為現在人其實太少 就是透過嗅覺去 進行人跟人之間的一個接觸 所以我們把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在企業裡頭 然後也可以在學校 那去做更多的演講跟推廣 讓大家知道說我們透過嗅覺 其實是可以去幫助 譬如說在企業裡面 現在我們講到一個企業永續的一個概念 我們透過永續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其實是會更加的友善 除此之外也可以增加就是一個氛圍感變好 在工作上面效率會變比較高 所以其實我們在推廣教育上面 就是到各行各業去 那不管是在企業或是在學校 乃至於診所 或者是在於一些譬如說飯店 觀光業等等 我們都希望透過這樣子更多 只要有群眾願意聽 我們就願意重新去把這個課程 再做一個包裝 然後推廣更多的面向去 那其實呢 我們在推廣教育的時候 其實還有更高維次在嗅覺上面來說 現在有很多的研究都指出 其實我們能夠去感知到人跟人之間 我們在東方有一句話叫做氣味相投 那就是人跟人之間 其實是透過嗅覺產生一種感覺的一個連結 所以其實現在在很多的研究就發現說 一個人的氛圍感 也就是說今天這個人 那看起來是不是特別有一種不同的氣質 或是一種氣勢 那都是來自於這個人他顯現出來的一種氛圍感 那對方呢會透過嗅覺去感知到他這個氛圍感的部分 那也因為如此 所以呢我們就開創了一個嗅覺形象管理的這樣的一個名詞 那這樣的一整套的課程呢 我們會透過每個人內心深處的跟嗅覺有關就是情緒 然後還有記憶去做內心深層的一個心理學 那去了解過去每個人的人生當中曾經發生過哪些事情之後去做調理 那調理好之後其實每個人所展現出來的這種氛圍感他就會有所調整 就很像有很多的演藝的人員在電視上演藝圈的人員 可能在他還沒有開始真的就是成名之前 或許他看起來的那種氛圍感 就是覺得他可能只是一個不怎麼起眼 或者是甚至一個很普通的人 可是等他一開始有知名度了之後紅起來之後 就會覺得整個人為什麼看起來就會變得很自帶光環的光鮮亮麗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人的嗅覺形象 那我們會透過跟彩妝師的合作 那還有就是跟美姿美姨的老師 那甚至我們跟聲音的老師等等 就是所有我們跟感官有相關結合的一些講師 都會一起合作變成一系列的課程 幫助每個人去把嗅覺形象調整到 讓每個人活出自己自信跟非常的覺得自己有價值感的一面 所以嗅覺形象管理就是我們透過思維去影響 然後透過思維去改變行為 所以他表現出來的肢體語言 或者是他很多的一些行為作風 就會讓人家覺得這個人是有自信的 或者是讓人家看起來就覺得說他可能是活得比較快樂 讓周遭的人其實看到他就會覺得很喜歡跟他做相處 然後進而這樣去改變人際關係 另外呢其實一直以來我們說的嗅覺的東西 其實他比較抽象 那很多人可能看不到他真實想要就是傳達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那我們跟了一些就是一起學習的一些醫生們 那也一起在做一些關於香氣跟腦波之間的關係 那發現說其實好的香氣它會讓腦波改變 產生一個快樂的波形之後 我們當一個在空間裡面有聞到一個好的氣味 那就會讓我們的心情變更好 那其實情緒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做很多事情的效益其實就會更高 希望讓更多人可以去了解氣味對於健康或是生活的一個好處 所以因為這樣呢 目前我也總共出了有五本書籍 然後再加上氣味情緒跟香氣記憶 這個比較偏向就是香氛心理學的部分 希望透過氣味怎麼樣去影響情緒 透過這些書籍去說出來 那另外還有一本呢就是比較近期的作品 那就是青子芳療 希望透過就是天然香氛讓青子關係更和諧 那讓我們的下一代可以傳承更好的一個 這樣子的大自然的一個好的能量跟一個磁場 但很多人呢可能都以為說天然香氛它就是只用在 就是像香水裡頭 其實天然香氛入菜 那這個部分也是我們現在其實是可以讓它變成一個很盛心很蜂蜜 尤其現在食安的問題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透過很多的天然香氛的一些物質 譬如說我們可以用一些天然的花 天然的果實 天然的種子 或是一些天然的一些調味的香氣 那可以讓很多的食物的香氣 都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調整出來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呢就是我跟莉莉觀光集團一起合作 然後在蠻多家的旅店裡頭都有所謂的香水火鍋 一個這樣子的餐點 香水火鍋它不是把香水加進去火鍋裡面 將一些天然物質的一些材料 然後呢變成是鍋底的方式去做一個熬煮 因為在東方的國家裡面我們會有習慣性吃火鍋 然後也有習慣性就是去煲湯 那只是說這個湯底跟這個火鍋的香氣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用很多的天然的元素去取代 譬如說花香調的火鍋裡面它就可以加花 花朵進去 然後讓這個湯頭喝起來是有花的味道 譬如說木質調的火鍋 我們就會加一些像是肉桂啊等等這種 就是比較有木質調的一些香氣 然後呢讓這個火鍋就會形成很像有水果四種不同的香調 那同時呢就是我們也跟蠻多家的就是 餐廳合作去調酒或是調製一些飲品飲料 把這些的像是用純露或者是用一些天然的花材啊素材 交到飲品裡面去 然後讓這個飲品呢喝起來就很像一個香水飲料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風味跟層次 那再搭配甜點啊或者是搭配一些就是午後的一些小點心 讓這個整個下午茶也好 或者是讓整個我們再喝這一杯飲料也好 讓它更富有一些故事性跟趣味性在裡頭 那我跟呢蠻多酒店就是有做幾個合作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做所謂的空間香氛規劃 那把這個屬於這個酒店的味道 當你進到這個空間的時候你就會產生一個記憶 那目前呢我們在宜蘭木棉道的旅店 有這樣子的一個香氣的合作跟陳色 所以一旦只要你進入到這旅店之中 你就會聞到關於就是旅行的記憶的味道 那另外呢我們也跟我們台南的精英酒店 也做了一個合作 因為在這個精英酒店裡面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有一個當地的台灣的咖啡豆 希望呢來這邊世界各國旅遊的人都可以把就是台灣味的香氣帶回去 所以呢我們就特別就是在設計的一個方式 我們把這個咖啡豆的香氣把它萃取出來之後 把它調成香水 那可以讓它變成天然香氛的伴手禮 隨時呢只要當它在這裡有度假結束之後 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伴手禮帶回去 那透過一瓶香水的記憶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旅程變成是一輩子很難忘的回憶 天然香氛呢在做跨界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要幫助企業 就是讓他們有能夠做一個所謂的企業永續 那現在有非常盛行的就是企業永續 也是所謂的做ESG這樣子的一個永續經營的一個模式 所以呢我們就會透過天然香氛 然後跟很多的企業合作 那幫助企業呢設計出來屬於他們企業的嗅覺識別 那也在公司裡面企業裡面就是在工作場合裡面 投送屬於他們公司自己的味道 那也讓在裡面的員工更能夠增加他的情緒的穩定 還有安全感 還有就是對公司的企業文化的認同 那目前呢我們跟蠻建設公司 那做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所以建設公司呢他自己除了他本身的自己集團 有會去用到這個氣味之外 還有就是在他所販售的建案裡面 都會讓要去買這個房子的居住裡面的人 都可以去也是可以去一起聞到這個味道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氛圍去營造 屬於他們自己安全感他們家的味道 那另外還有像我們也是有跟一些所謂的文教機構 那就是在一些補習班教室裡面 讓很多學生也可以透過在上課的時候 聞到這樣的味道 然後也幫助學生去安撫他們的情緒 然後也讓大家在學習的時候的效果可以更好 那除了之外還有蠻多的企業 就像譬如說單略顧問公司 或者是有一些母嬰用品公司 或者是在有一些販售很多零售業 或者是公關業等等的這些公司裡面 他們在氛圍裡面全部通通都營造屬於這樣子的氣味的時候 那就可以讓這個ESG這個永續的概念 不僅在於空間的一個環境上面的一個氛圍的營造 也可以之於人可以幫助大家情感的和諧 那在管理的時候就可以降低很多的一些風險 那同時也可以推廣天然的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目前在台灣的各行各業的企業之中 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永續的概念 一直在推廣天然相分的這個部分 像我在跟所有的就是業主在溝通 怎麼樣設計出這個香氣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是透過就是一個經驗的累積 然後同時因為每一個植物的香氣 其實都有屬於一個植物的符號 跟一個植物所要傳遞的能量 像在我們東方國家可能大家對於玫瑰這樣子的一個氣味 他就會把它解讀成這是一種愛的表現 那譬如說像是百合花 大家就會覺得說這是一個圓滿 是透露物齒類就是每個植物 他有他可以去表達的一個在心靈上面的一個意義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跟企業去做一個溝通 就是譬如說他希望他的企業 能夠呈現出一個什麼樣的氛圍 那如果說企業今天他說 他希望呈現出來讓人家覺得安心可靠 然後誠實 那其實這個就會比較偏向是一種木質調 木頭的味道 所以我們就會往木頭的這個部分去幫他做設計 那像譬如說像有些文教機構 他是希望說在他的機構裡面 讓小朋友可以在裡頭聞到的就是那種學習 然後可以醒 那我們就會用一些比較藥草調的味道 譬如說像迷迭香 那這樣的氣味可以幫助小孩子的一個記憶力 跟一個學習 那我們會透過之前我所有經驗還有所學 會把這樣子的一個意念跟一個效果 就會透過這樣一個香味 然後去跟業主做溝通 那通常我都會打造三種不同的香味 然後讓業主去做選擇 那看哪一個香味其實是在公司裡面也好 或是在他們的族群裡面也好 大家是最喜歡的哪一個味道 那因為味道只要一旦是你喜歡的 一定就會讓你的情緒變好 那不喜歡的味道你通常就不會讓你情緒變好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也是我們在整個溝通的流程之中 這個是會放進去裡面 大家一起做溝通協調的部分 保養品是我們每天生活都必備一定會用到的東西 可是現在很多的保養品裡面其實 所謂的用精油或者是用天然香氛的保養品 現在呢目前來說不是大多數會做的事情 那也因為這樣呢就是我跟一個品牌 我們一起有做合作 那基底呢他是用素食去做成的 六八生胎的一個面膜的一個基底 那不會去殺害到動物 但是呢這個六八生胎的部分的東西 對皮膚也是有一個很好的一個修復的作用 而且他又有素食的認證 所以因此呢當時我就在使用這個面膜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那如果這個面膜裡面的香氣 可以讓我們敷上去之後就有一個舒眠的效果 或是敷上去之後讓情緒就會變好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香氣加在這個面膜裡面 那也當時就是也是因為一個這樣的發想 所以就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呢至於香氣而言 他進入到大腦的邊緣系統之後 他會產生對於情緒 然後還有對於記憶上面 會有很好的一個放鬆跟調整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們就把這樣子的一個概念透過天然香氛 那把它放到保養品裡頭去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子在敷面膜 短短五到十分鐘的時間也可以跟自己獨處 那同時也可以透過天然香氛 這樣子的一個好的一個精油的物質跟純露 那也可以幫助皮膚來做一個修復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肌膚的好壞跟情緒有很大的關係 今天你的心情好皮膚看起來就融光煥發 心情不好皮膚看起來就會暗淡五光 所以其實我們是希望說透過一個整個身心靈的調理的方式 那用這樣的一個概念去做出這樣的一個保養品 那除了在保養品跟別人有做一個這樣合作之外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有創立了就是天然香氛保養品的品牌 G11這個天然香氛保養品的品牌 他是希望說透過一個淨化地球淨化人心 那使用天然香氛然後沒有有害地球的一個物質為基本的出發 那希望去平衡所有的生態 那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平衡我們的情緒跟我們的健康 那所以這個品牌其實是希望說大家不管在沐浴的時候 或者是在使用保養品的時候 反正你只要進到這個空間裡面 只要三秒鐘就可以立刻讓你覺得進到森林裡頭 重新轉換你的心情 那這個是當時我們設立天然香氛C11這個品牌 希望帶給大家傳遞的一個信念跟精神 那目前呢其實除了說企業的空間有在做設計之外 像有一些會議中心 或者是我們有時候在辦一些活動的時候 都希望把這樣子的香氣可以帶入空間裡面 讓此時此刻的一個活動或是一個互動 讓這個記憶其實可以更永久的去做一個保存 所以我們現在跟有幾個國際會議中心 也有做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就是把香氣直接投送在它的空氣之中 讓每個進來開會的人都能夠去有喚醒記憶 然後去記得這次我們有在這邊開的這個會議的一個經驗 除此之外呢我們也把這個天然香氛的調香 其實也用在各種活動之中 譬如說像婚禮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在婚禮的時候透過這個新人 他想要呈現出來的味道 他們相愛的味道 那把它設計成香水 那讓來的賓客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味道 除了在當天在宴客的時候可以聞到之外 他還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伴手禮 就是一個禮物可以讓他們帶回家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些譬如說像追思會 那就是希望說透過一個在追思的過程 透過一個嗅覺一個氛圍 那把就是對於這樣子的一個以示的人 然後放在我們內心之中變成一個記憶 所以也會變成一瓶香水 那這個味道就可以讓大家帶回去 然後讓它變成是一個永久的回憶 那再來還有一個我們會做一個跨領域比較多的 還有一個就是在藝術上面 那我們是希望呢也透過就是把視覺看到的畫 或者是雕塑品然後讓它變成有一個嗅覺化的形象 所以我們也跟很多的藝術家其實也有合作 然後開了好幾場的藝術展 然後譬如說我們就把這個雕像的氣味把它設計出來 或者是把這幅畫的味道設計出來 然後讓這樣子的一個相分的藝術可以透過嗅覺 可以讓更多人去體驗到就是一個藝術的一個展覽 其實是一種氣息的氛圍 那也讓這樣的嗅覺藝術可以讓更多人保存在他的心中 其實我也本身 我有另外一個角色是相分藝術家 所以我也會創作出來就是很多的不同系列的一個作品 像我在設計一些相分藝術作品的時候 我會希望把那個情境融入 那就像說我之前有開過一個相分藝術展叫做拉斐爾天使 那我就會把拉斐爾天使之前在伊甸園 然後裡面聖經的故事的一些環節 透過一個視覺的想像去設計出嗅覺的感覺 譬如說今天拉斐爾天使 他可能在這個聖經裡頭 他在伊甸園裡面有果子 然後就是有一些植物 然後有一些綠於昂朗的東西 我就會把這些的香氣全部把它挑出來之後 然後把它融合起來變成在這一瓶的香水裡頭 那也讓這個香水產生這樣的一個意境 那其實天然香氛它對於這個世界跟未來的影響 它其實是一種無形的一個淺移默化的一個影響 雖然現在看起來在推廣的過程其實蠻辛苦的 但是我相信當大家開始在使用天然香氛 然後開始親近自然的時候 人的心自然就會變得是溫暖 然後變得是柔軟的 懂得去愛護大自然 那也懂得去愛護自己 去尊重別人尊重自己 所以天然香氛的一個出現 其實不單單只是一抹香氣 更多它是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無形 又巨大的影響力 可以去改變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可以從來製造的地方 然後再製造的地方 從來製造的地方 再製造的地方 再製造的地方 對,再製造的地方 像是一樣的 現在呢 就是在製造的地方 自然的地方 有些個彩的地方 也有些什麼 可以變成的地方 再製造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